哈喽大家好,我是星辰,这里是丹东市,也是我国最大最美的边界城市 今天我要去往元宝区康姆元朝涅史令园 我现在乘坐这辆丹东游泳车,它指到丹东市康姆元朝涅史令园是它的终点站 之后我需要步行,它们距离是1.6公里,步行的话要20分钟左右 这辆马路是爱明街,左手边的小区是爱明小区 爱明小区的对面就是丹东市第十八中区 大家看道路正前方远处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它是元宝区的 武州东都易景小区,这个住宅区面积非常的大 整个小区它是分一期二期,还有三期 我现在下车已经来到了武州东都易景的14号楼这边 我看这边在炒板栗啊,大家看一下,是用老式的爆米花机器 加工而成啊,放在地面的板栗啊,都是居民拿过来等待加工的 大家看,两台老式的传统爆米花机啊,在这边加工 爆米花啊,相信大家都吃过 估计在农村长大的家人们啊,也都见过炒爆米花的过程 老叔父啊,会将玉米放到一个不断加热的炉子里面 加热一段时间啊,打开热炉,一声巨响啊 热腾腾的美味爆米花就出炉了 这边爆板栗啊,我还是第一次见 小时候的手摇爆米花机啊,随着社会的发展啊,也是变成电动的了 那么大家知道吗?中国老式爆米花机啊,也是许多七年后,八年后啊 童年的有趣机啊,老式火炉,葫芦形的压力锅,马带 是加工啊,大米,玉米,蚕豆,必备的这些工具 我小时候吃的最多是用大米啊,爆出来的米花 然后干吃也可以,也可以加开水啊,红糖泡着吃 爆蚕豆啊,就比较硬,小时候啊,牙齿不好,咬不动 玉米放进去,爆玉米花也是非常的好吃 小时候在农村啊,这里面加工里面放的都是糖金 不是现在的白糖或者红糖 大家看右手边啊,这一锅已经好了,再打开 大量的蒸汽冒出啊,是不是跟家里用的高压锅差不多 因为今天是爆板栗,所以没有巨小,也不需要马带 倒入框子里面就好了 在爆板栗之前啊,你需要自己加工一下,把它外壳划一圈 这样爆出来会开花,非常的好看 爆出来板栗会更熟一点 如果你不提前加工一下外壳啊,它不会像爆玉米啊,爆大米一样,它会爆开,板栗是不会的 那么大家知道吗,在栏花是怎么加工板栗的吗 它是用一个铁锅里面放入黑色的石子 黑色的石子是石银砂,加入板栗,用铁铲来回的炒动 那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呀,要铁锅里面加入黑色的石子啊 因为铁锅吸收的热量少 传热迅速,而栗子壳则恰恰相反 吸收热量多,传热少 因此只有少量的热量传导到栗子仁里面啊 所以要加入黑色的石银砂里面一起炒制 在东北丹东这边啊,直接用老式传统的爆米花机啊,直接爆板栗啊 我也是第一次接,我也没吃过 它这边只是加工的,也没有板栗 拿给我品尝一下 它这边是收加工费啊 3斤是6元 就是放在地上 不锈钢盆,一盆就是3斤了,就是一锅 感觉爆出来的板栗啊,也还可以 色泽啊,都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口感怎么样 我看老师傅在加工之前啊,往那个锅里面啊,加了点糖精还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我小时候加工的都是加糖精 这个爆出来的板栗啊,自己在家吃是没问题的 如果拿到社场上卖啊,这个品项就不太好了 没有用铁锅炒出来那个好看 那么大家知道吗 丹东的板栗啊,是辽宁省丹东市的特产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板栗是丹东的优势经济树种啊 自然条件有利于丹东板栗的生产 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第一 板栗的营养价值啊 栗子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和维生素矿物质 核黄素,钙,维生素C,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 有美容养盐功效和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 我现在来到了七道教堂啊 它是位于 元宝区 仁中前路57号 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这是一栋四寸楼高的楼房 外墙的主要颜色是红色加白色 门口啊也有停车位 大门口这边啊还有一个木电话桩 这是正大门的入口处 左右两边是连种文字 一个是中文一个是朝文 在丹东的商铺啊 有很多都是连种文字 中文和朝文 给来丹东旅游的游客啊 有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 这边大门是锁起来的 暂时不开放 这个教堂啊好像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 这是位于七道小学旁边的一个厂房 我不知道之前是什么厂 因为现在看不到它的名字 看着厂的规模啊 非常的大 已经搬迁走了 这边区啊全部在拆迁 感觉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里面停了很多私家车 右手边现在画的大楼啊是住宅区 是五州东都易景一期和二期的住宅楼房 这是之前这个厂的门卫市 非常有年代感啊 就是以前七八十年代以前的厂房 厂房的外墙啊已经被采光瓦围起来了 距离旧厂房不远啊 我就来到了丹东市元宝区的七道小学 位于新华街19号 学校早就搬迁走了 这是里面的教学大楼 现在大门紧锁啊 等待拆迁 里面暂时存放了很多煤 西道小学始建于1943年 是一所有着几十年校龄的老校 在过期的若干年里啊 有着纯净的辉煌 先后获得市区文明学校 市卫生达标先进单位 丹东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等殊荣 1992年新楼落成 学校依山傍水空气清新 环境优雅 是学生啊 学习活动的理想乐园 学校站立面积 五千六百平方米 操场面积两千六百平方米 深圆楼啊 分为五层 设有实验室 图书室 音乐室 电教室 卫生室 图书室等各种专业教室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大楼啊 就是1992年 落成的 在教学楼的正门入口出 三楼的位置啊 有四个金色大字 尊师爱身 他的意思是啊 学生应该尊敬老师 老师应该爱护学生 尊师爱身啊 是中华民族的佣娘传统 那么大家还记得七道小学的校训吗 学会欣赏 爱满天下 据了解啊 七道小学和现在的 朝阳小学合并了 朝阳小学 它的地址是啊 元宝区 山上街 319号 七道小学啊 距离元宝区 康姆元朝列室令员啊 它的直线距离啊 只有100多米 不行啊 两分钟就到了 现在我沿着新华路继续往前走 道路脸庞都被围起来了 这边全部都要拆迁 对 谢谢观看